南淮景说,少康杰可以把孔子以后古人们的各种法则融会在一起,构成一套完整的法则,的确是了不起的。 少康杰59岁就死了,而且一年到头都生病,风一吹就垮。 夏天外出,车子外面还要张挂不慢,还要戴帽子,一年四季要天气好才敢出门,因为用脑过度了。 历史上,他的传记列为高市,皇帝再三请他出来当宰相,他说,何必出来做官,现在天下太平,有好皇帝,好领袖,好宰相,像这样的时代,不需要我出来。